我看这个人就非常正派 给我的感觉 不管谁跟他走到一块 他不会今后不会有任何闪失 没有再没有机会上这个舞台上来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再一个呢就说 刚才我说的 他说浪漫 他就纠结在那两个字上 他混淆了 对 他说这个浪是什么浪漫 他真正的含义 你说他不会浪漫 他会 但是就像8号刚才解释的 也是一样 是不是 就是说这种东西都是在 而且我最初也说 是建立在什么 喜欢的基础上 他可能就是想一些 他不一定原 哎呀我多爱你呀 我要怎么怎么样 他实际行动给你做出来了 比如说你就喜欢那个雕 你也喜欢这么长时间了 小浪漫 这个怎么样 拿回来 他让你惊喜 那都不是浪漫了 是 真的 我觉得他应该能做到这一点 能吗 我过去没做到 从来没做过 但是有一点什么呢 我到现在 我要是不会开工 我不会花钱 我工资钱都在家里头 一直就给了 这是最大的浪漫 不会花钱 这不是浪漫 这是我笨 我笨 不笨 这是你的优良品质 不是 但是来讲这个东西也不是好 这个 他结局在那个浪上 说女人你说你一天穿脸 飘平来 然后一天浪浪的 那有多少人注视你 浪浪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 就是在这儿 浪漫呢 我点是应该 谁都有不同程度的 那么 当然来讲 一个事物应该有度 对 那么这种度 或者是叫这个尺度 你如何去把握去 或者是什么呢 你这个氛围 那个氛围啊 这个圈 这个人 社会这个人 是如何呀 我想跟大家 这个节目节目说的是 我们男嘉宾就 朴实到什么程度 去银行 不会取钱 没用过银行卡 那个微信支付会吧 现在会的 现在刚刚会 刚会的 那您微信上 跟人家视频聊天不 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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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这个后学的 就是说 刚才这个片子里边 我们的这个 大哥也说了 申哥也说 他是一个 好像自己觉得 已经跟这个社会 有点脱节了 其实今天叔叔吧 他就是一个 不太善于 表达自己认知的问题 他有自己的一套 曾经经营婚姻的认知 他说过 说他认为 只要在家庭里 给对方 一个经济保障 这样的一个 幸福美满的一个环境 就是对他最大的一个安慰 而忽略了精神层面的交流 这是他曾经的 这婚姻里面和认知 对吧 对 你认知清楚了 这些的婚姻总结完了吗 最初前吧 有这次 头上来是有这种想法 但是来讲什么呢 后期由于什么呢 有些事情 彼此也经常沟通 但是沟通的方式 或者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我们来一些沟通 有些事情给纳录到什么呢 什么三官身上呢 我说的啊 我就一个普普的通通的小老百姓 我们就是把日子问好 那三官那太高大了 那个叫什么高档次了 高层次了 我是干啥 我们都是干啥 就小老百姓 那三官与我们有太大关心吗 那我想问你 我都奔60去了我们都 你是突然发现 他一下高度升高了吗 就是逐步的 开始前就是这个 这个不是说一下的突然 这以前也沟通过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个人来讲 比现在现实社会报比较脱底 就有些东西 有些事物的音质 并和度不一样 和看法都不一样 或者我根本就不了解 是因为他接触了什么媒体吗 接触了什么平台 让他看法重新改变了 假如说要是有什么平台的话 那也就是收集呗 因为我不会玩那个东西 我不接触 我要以我的角度来分析的话 我觉得浪漫和关心 他俩是等同的 是一样的 并不是女人追求那种形式感 你送完花之后转身 你又跟别人吃饭 你根本不理我 我感冒发生 你都不懂得送药 这是不叫浪漫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 这个事情吧 我们家不再出现的 是吧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比如说 像我头一年 男人说身体不敢胃出不出 那这他领着我去上医院 都得去看见 看完了来回服务场 你领人家吗 他有病我们也一起去 也一样 这是生活中互相关心的一种 就是这个 包括我的 所有的串的 包括挖的内户是都他行的 就我现在串的也是 你行了 连续银行取钱都不会的主 你说怎么买啥呢 他就对我们这个家 对孩子招呼的 到这个时候 就我们就分开了 但是来讲什么呢 也得客观个现实 好 来 不能说 也你我没说人 你也不懂浪漫 我是说您呢